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誓一定要找孙权报仇 大将军赵云劝他说 我们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大 跟孙权打很不划算啊 但刘备一想到自己失去了好兄弟 就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 他调集人马 准备带上三弟弟张飞 一起去找孙权算账 没想到还没出发呢 又传来一个坏消息 张飞被他的两个部下害死了 那两个部下还去投靠了孙权 这下刘备气得头顶冒烟 又伤心地差点晕过去 孙权 我跟你没完 听说刘备非常愤怒 孙权吓了一跳 赶紧派人去道歉 想跟刘备和好 可刘备哪里还肯跟孙权和好呢 他亲自带上军队 像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一样 气势汹汹地奔着孙权的地盘去了 没办法 孙权只好让一个叫陆迅的年轻将领 赶紧带兵去应战 刘备的士兵们作战非常勇猛 他们沿着长江一路大过去 接连着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 很快就将孙权的一大片领地都攻了下来 这时候战场周围都是高高的山林 山路也非常难走 双方都很难放开手脚来一决高下 于是陆迅就带着士兵们守在自己的军营中 坚决不肯出来跟刘备打了 刘备非常着急 我打老远过来 不是来跟你玩的 不出来是吧 等着 刘备好好计划了一番之后 就命令士兵们悄悄躲在山谷中 然后再派了一部分的士兵 到长江边的平地扎上营帐 想骗陆迅出来 果然陆迅这边的一些老将军已经忍了好久 看到这么一个好机会 就想马上派兵将他们的大营包围起来 准备给刘备来个大反击 可陆迅觉得不对劲 连连白手 不行不行 这肯定是刘备的诡计 大家再等几天看看 老将军们都非常不满 过了一段时间 刘备见陆迅还是不肯出兵 只好让那些躲在山谷中的士兵们都撤了出来 那些老将军一看都惊出一身冷汗 差点就中计了 没想到这陆迅虽然年纪轻轻 但还是有两下子的 接下来不管刘备用什么办法 陆迅就是不肯出来应战 就这样 刘备带着军队在这里待了大半年 因为距离蜀国太远 粮食很难运到这里 士兵们有时候还得饿肚子 到了夏天 天气实在太热 士兵们热得不行 个个都垂头丧气的 看到这样的情况 刘备下令让大家将营帐 驻扎在凉快的山林里 打算等到秋天再跟陆迅答 这些营帐一个连着一个的 一字排开 排了好长好长 非常壮观 可没想到这边刘备正打算停战休息一会儿 那边陆迅却命令将士们做好打仗的准备 老将军们都觉得奇怪 要跟刘备打 我们不是应该早点就动手吗 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 陆迅却很自信地说道 一开始 刘备来势汹汹 他恨不得一口就将咱们吞到肚子里 但是好了这么长时间 他的士兵过得又累又苦的 都没了打仗的心思 所以现在是时候轮到我们主动出击了 陆迅先派了一队士兵去试探试探刘备 一下子就被刘备打了回来 不过呀 陆迅却笑着说道 我找到办法了 原来 刘备把军营都驻扎在山林中 帐篷周围都是树木 栅栏这些容易烧着的东西 陆迅马上就想到了用火弓来对付他 这天晚上陆迅命令士兵们每人带上一把柴槽 悄悄靠近刘备的军营 在营帐外面放起火来 这些营帐都是一个连着一个的 一烧火很快就被烧掉了一大片 熊熊的烈火烧得噼里啪啦响 陆迅的军队也大喊着冲了过来 刘备的士兵们刚从火堆中逃出来 迎面就碰上敌人 只好手忙脚乱地应战 唉 我居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刘备长死都悔轻了 但是后悔没有用 赶紧逃出去才是正事 对方的军队紧紧地追了上来 刘备只能拼命逃跑 这时候大将军赵云及时赶到了 他勇猛地抵抗 终于带着刘备摆脱了追兵 退到了一个叫白地城的地方 就这样 在这一场战争中 刘备因为一心只想着报仇 没有听部下们的建议 导致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 被年纪轻轻的陆迅给狠狠地打败了 他又气又挠 很快就病倒了 刘备在生命的时候 将自己的儿子交给诸葛亮照顾 希望诸葛亮能够帮助他的儿子 管理好自己的国家 那诸葛亮最后做到了吗 在下一期节目 钱王老师再给大家讲讲 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